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慕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也不拉黑你 原因只有一个 文章来自十点读书,让我们一起来听 深夜翻看朋友圈,发现许多不联系的一位朋友 发了宝宝照 突然之间惊觉,原来有三年没与他联系了 这些年,我错过了他的恋爱,婚姻 如今也错过了同他分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 而我与他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几年,我换了几座城市 谈了几场恋爱 都未曾再同他提起 当年,要发誓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如今,也随着时光的流逝 淡了感情 想起那句话 你发的最后一句消息,我忘记回复 从此,我们就默契地不再联系了 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松散 忍着一生,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 想起那个问题 一个人不联系你,也不拉黑你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人生有两种不联系 一种是忘记了 一种是放在回忆里 至于不拉黑,大抵是想不起来 也无必要 时间久了,自然就忘了 想起读高中时 身边有不少关系很好的朋友 我们谈天说地 畅想着未来的场景 许诺者,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关系永远不会变淡 那时的天地很窄 窄到我们误以为 那个瞬间能持续到永远 后来我们如愿赌了大学 很幸运的是 关系却没有随着距离的拉远而转变 那时候,我们就像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的四姐妹 虽偶尔争吵 却也牵挂彼此 可谁也没有想到 再到后来 随着课业的繁忙 圈子的更迭 那些曾经说好共度一生的人 随着毕业后的繁忙 慢慢就少了联系 他结婚的喜讯 你是从朋友圈得知的 他有了宝宝的消息 你是从别人口中获取的 至于你 你交没交过男朋友 换了几份工作 现在过得好不好 他全然不知 原来之前同你畅想未来的朋友 可能毕业就分刀扬镳 先前说好共度余生的友谊 也许某天就烟消云散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感情 处着处着就淡了 那时才真正明白 原来真正的宋别 没有长亭古道 没有劝君更进一杯酒 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 有的人永远留在了昨天 不是每个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 重庆森林里有句台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 秋刀鱼要过期 肉酱也会过期 连保鲜质都会过期 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听来虽觉悲凉 但世间情意大地如此 你也许还记得前阵子 吴奇隆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哭了 当时逗笑问他 其实那天你在车里对我说 你只是想念你的朋友 我很想问 曾经跟你一起走这条路的朋友 他们现在人呢 没想到 吴奇隆突然哽咽起来 痛哭而不能自已 平复情绪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说出两个字 珍惜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32年前 吴奇隆 苏友鹏和陈志鹏 组成的小虎队正式出道 一出道就站在了巅峰 那时候三个人经常一起演出 台前幕后互相帮助 其中年纪最大的吴奇隆 充当起哥哥的角色 时常帮两个弟弟带早餐 鼓励他们未来一定更好 那使得他们本以为 这个组合可以战胜 岁月的戳模 三个人的关系 也会像出出道时的紧密相连 但谁也没想到 随着三个人人生规划的不同 三个人的关系 也在慢慢抽离 1991年苏友鹏考上了大学 陈志鹏应征入伍 小虎队不得不暂时解散 解散前 三人同台 歌唱一首 放心去飞 取位中 泪两行 再到后来 即便偶有交集 但三个人的关系早已不复入出 再次出现在节目中 抱头痛哭的男舍男分 被李莫的点头 打招呼所取代 先前紧密到好似一家人的友谊 也如抽丝剥茧般 慢慢变淡 年岁渐长才知道 原来相聚需要缘分 分开 才是自然而然 以前总觉得 遇到一些人 总得轰轰烈烈地 告别才算分开 等真正分离时才知道 有些分别无需多言 莫不作声地疏离 足以为这段感情 画上句号 这本就是一个 喜欢说再见的世界 只是我们 要用很长的时间 接受别离 人间一场 有重逢就有告别 前两天 同事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他说 家里的堂哥最近摊上了事 生意周转出现了问题 堂哥便卖了几乎所有家产去救济 还是差十万块钱 那阵子 堂哥不得不拉下脸 走街串巷去借钱 其中有个人 是堂哥从小光屁股玩大的发小 当年发小家人生病缺钱时 堂哥想都没想 就给他凑了一笔救命钱 堂哥本以为 冲着这份雪中送炭的情意 好歹也能借到钱 可无论他怎么磨破嘴皮 对方都一句话 我没钱 走出发小家门 堂哥本想说 没有三五万 借个三四千应急也行 却不曾想 消息却再也发不出去了 原来 他被对方拉黑了 我不知道那一刻 堂哥的内心作何感想 只知道几十年的友谊 抵不过几千块金钱的考验 着实可惜 也许回忆起多年前 他们会怀念当年的两肋插刀 但经历的事多了就知道 原来人是会变的 那些你曾视作挚友的人 也许会在你危难时机 离你而去 同事也跟我感慨说 真正遇到事情 才知道 你教导的人是人是鬼 但这件事也有后续 就在堂哥走投无路 打算关门大吉的时候 一个合作了多年的伙伴 打来电话 说愿意帮堂哥渡过难关 对方说 合作多年 他最看重的就是 堂哥身上的踏实和肯干 就这样 堂哥的生意转危为安 他也通过这件事 告别了一个朋友 结束了一段友情 山河故人里有句话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有些分开 你早有察觉 有些分开 你猝不及防 大头来才明白 原来人生就是一场 不断遇见 又不断告别的过程 只有挥别错的关系 才有可能迎来新的转机 只有让过去的过去 才能让未来的到来 宫崎俊说 人生就是一列 开往坟墓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 陪着走完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 即使不舍 也该心存感激 然后挥手道别 想来的确如此 人生旅途一程 人来人往 花开花谢 相遇是偶然 离别才是必然 正如歌中所唱 人生本来就是不断遇见 又不断告别的过程 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 那么 当一段感情不得不消散时 愿你能坦然地说句再见 互不打扰 减少联系 是成年人的得体与默契 愿你能在面对别离时 不沉溺于过去 不执着于挽留 愿你在经受岁月的波折时 能坦然告别 不纠缠 不打扰 如果注定走散 愿你心怀感恩 不负不欠 彼此淡去 说白了 人这辈子 无非一半是回忆 一半是继续 愿你能用这一程的山水相逢 静下一旅途的岁月无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